我們看這一體 這一體是說 現在這裡有個等腰三角形 AB跟CD一樣 那現在的話 就是說 DE跟AB平行 然後呢 這個面積是等於32 這個面積15 這個面積9 那他們呢 這個面積等於多少 我們現在來看 因為這兩個平行 所以呢 這個面積的比 就等於他底的比 因為他等高 高一樣 那這面積是9比15 所以他的底是3比5 那3比5 我就假設這個叫3K 這個叫5K 好 那再來的話 這個三角形 跟這個三角形相似 因為這平行 所以呢 這個面積 小三角形的面積 跟大三角的面積比 就等於他對應邊的平行比 那這個對應邊 第一 我練他叫做H 那你就是說 面積的 32 以上 全部的面積 這個加這個加這個加這個 加這個 這加起來41 41加上15 這是56 所以總共面積是56 加上X 面積的比 是等於對應邊的比 就等於H 比上8K 這底是8K 這平方 面積的比 等於對應邊的平方 再來我看 再來我看 這個面積 這個面積跟這個面積的比 因為他高一樣 所以面積跟底乘勝 也就是說X 比上9 等於等於 H比上3K H 比上3K 那這HK H比K 就是 這可以約掉3 好 那我兩邊給他開根號 開根號以後 就H 除以8K 等於多少呢 56加X 好 那我8把它乘過來 那H 除以K 就等於 等於8 乘以4 跟號2 那這根號呢 56加X 好 H 除以K 是X比3 所以這個等於多少呢 X 除以3 那我就給他交叉相場 3 乘以8 乘以4 跟號2 等於X 乘以56加X 如果解放門次的話 會很麻煩 我們把它戳戳看 看會不會 能夠戳到答案 那這個 這根號裡面 靠近那個 56 所以的話 我就怎麼樣 這裡有6 有6 我6把它拿進去的話 3 2 得6 那就多少 2 86 16 根號多少 6把它拿進去 這裡剩下2 2 86 這個2 這個3 36 36 乘以後多少 72 那會不會等於X是16 那根號56加16 答案是會 這兩個加起來的話 剛好是72 那也就是說 X等於多少呢 X就等於16 所以答案是16